回哥 好球 回哥这个皮头感觉有点炸毛啊 不会直接K球吧 不会这么暴躁吧 好斜下之上单轿啊 6 一顾弹起来 7 直接 轻推吗 到这边 啊 今天这个走位怎么感觉有点问题啊 看火箭的话有这个 虎牙这边有其他直播间啊 好球 然后 应该虎牙这边有一个多屏同看的功能 你点击一下多屏同看 可以同时看两桌 这个虎牙有单下啊 连打代K了 22 哎呀这个位置 给大家干了 稳一点回哥的架干 好球 25 每次看到灰哥打架干就比较慌啊 因为最近灰哥的一个架干失误率太高了 很多球都是架干的失误啊 可以 34 好 蓝球应该是打滴桿可以停住啊 滴桿停住 刚好杀主车 他距离比较近的话就比较好听球 价干失误什么原因 价干可能练少了 怎么有信心 因为辉哥现在走位都走小面 很少使用价干 对于这个价干的使用率的话 他的是变少了很多 所以是拿起来的话就有点陌生 中干失灯 这个角度应该是一窟过来了 力量正好向上啊 留向上的位置是准备一打一蹭 往前走 有特定的一个柳自动角度 可以把这个球形打散 好 给球推进就没什么问题了 推进高杆正好落这里 弹起来的话 这边这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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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球打进抽分 直球 中干失灯 为啥小特输了 小特输了不是很正常吗 你再强你也不可能一直赢啊 好 节奏变得很快 单干144啊 好像是单干144啊 这个分数 打黑球啊 辉哥冲击一下高分啊 辉哥最近很暴躁啊 如果这个分数不强 也能拭续 你像火箭啊小特 输球他们正常啊 只不过他们输球的概率 肯定就低一点 107 134分 小的苏可的马奎尔 马奎尔 高杆一库不用走路 这个还比较顺口呀 高杆一库不用走路 低杆一库也不用走路 灰哥根本不想走路啊 很懒惰 127 这个节奏有点快呀 这么快吗 搞这么快 着急下班 他看见隔壁 隔壁胡老师也没这么快呀 胡老师 这个节奏 你等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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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